25号的下午花林行程乡 一名41岁的徐姓重机骑士 载着女友行进台九县178公里处 不明原因撞上了前方 正在等红绿灯的小货车 两人是当场喷飞 徐南因为失去呼吸心跳 送医急救之后仍然不治 而后座的女友则是脸部骨折破相 监视器清楚拍下小货车停等红灯 后方一辆机车直接追撞上去 骑士人当场喷飞 回想事发当下货车驾驶直说 听到撞击声响事故已经发生 停红绿灯以后 就听到砰一声你车子斜掉 我也是车撞的 你被后面追撞 那个前面车子停红绿灯 那个车子他就摩托车的 直接撞到后面 追撞出去 那摩托车 人就飞起来 然后我们路过的时候 男生就趴着 女生也趴着 我们过那红绿灯 赶快打 其实没了呼吸心跳 当场是以CPR急救 零件四处喷飞 地点就在花莲台九县 北上178公里处 机车双载 一次没有刹车 直接撞上了小货车的车位 评估的同人下去以后 发现有一名男性患者 是没有呼吸心跳的 那另外一名女性患者呢 坐在路边 那有多处擦伤 县长同事表示 三台重机一起北上环岛 第二天行程 就在台九县 发生追撞事故 骑士身亡 双载女乘客 脸部骨折 怎么也想不到 开心出游行程 竟然成了死亡车祸 记者继继续报道